弄丢一半的机翼还能再飞回来吗 这种事情在战斗机上还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换到民航科技上就完全别指望了 为什么 我是百科全书或全书 咱们今天先看两个飞回来的例子 通过它们你就能明白区别所在了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1945年1月27日的二战期间 主角是一架外号空中坦克的P47雷霆战斗机 叫它空中坦克一点也不过分 因为它装配了8挺12.7毫米的机枪 能够以每秒100发的速度向对方喷出火蛇 除此以外它还可以挂上5英寸的火箭弹 和多达1100公斤的炸弹 几乎相当于B17轰炸机一半的炸弹量了 于是种种就来到了8吨的水平 成为二战当中最重的战斗机之一了 为了把这么个大家伙推上天空 它用的发动机也堪称是个怪物了 普惠R2800双排18缸新型活塞式发动机 可以输出超过2500匹的马力 所以它的设计师卡特维利才说 它的确是只恐龙 但却是一只灵活的恐龙 形如雷鸣供如电机 皮厚力大弹阻跑出 这样的恐龙不用它打坦克 岂不很亏啊 所以当天驾驶它的巴西 第一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雷蒙德中尉 执行的就是打坦克的任务了 他们的目标是侵入意大利北部的 德国重型坦克虎式 战斗开始 12架P47专注于攻击地面部队 帮他们防守空中的 是另一款二战明星机种 喷火 雷蒙德中尉打得很爽啊 因为P47本来就很擅长高速俯冲的战术嘛 再加上它呢 极高人胆大 所以往往冲的就非常低 准确率相当可观啊 第一次俯冲 它用1000磅的炸弹 送两辆虎式回了老家 第二次俯冲 它又用火箭弹灭了第三辆虎式 到了第三次俯冲 它发现啊 附近居然有一个坦克工厂 哎 这不是白送给它的军工章吗 于是就冲了过去 准备用剩下的8艇机枪 打出新的战绩 哎 不过呢 它忽略了一个问题啊 因为德军的88毫米重型高炮 不是摆设啊 在它第一次俯冲的时候呢 P47的机翼就已经被炮火吸力过了 收到了一些损伤 丢掉了一些重量 只不过呢 还不够严重 所以雷蒙德并没有察觉出来 虽然它的确感到 哎 飞机在拉起的时候呢 明显变得更加轻盈了 但是扔完炸弹 不就该是这样吗 而等到它第二次俯冲完毕啊 受损的机翼和机身 又被气流刮去了 一部分变得更轻了 所以第三次的俯冲 速度已经快到要守不住了 当雷蒙德发现工厂里面 有一些高耸出来的大烟囱时呢 它根本就来不及避让 于是在750公里的时速之下呢 它的P47右翼 几乎被完整的消去了一半 哎 但神奇的是 P47居然没有失控 而雷蒙德则猛拉了一杆 让飞机以几乎垂直的角度 迅速渗入了高空 按它的话来说啊 只是觉得阻力好像一下子就大了上去 哎 为了抵抗丢失的机翼带来的 胜利下降和阻力上升呢 雷蒙德把发动机的油门推到了 最大18缸引擎的 全速厚名主义 抵消一个人的恐惧啊 它开始熟练的掉头 冷静的向基地飞了回去 虽然在降落的时候 速度比平时快了一点 但这架掉了一半翅膀的飞机呢 居然还是稳稳的停在跑道上了 看成奇迹啊 不过嘛 跟我马上要讲的 第二架飞机比起来 好像也就没有那么奇迹了 因为它是速度达到了2.5马赫的F15 而且被揭去的机翼呢 几乎就连个根部都不剩了 哎 你看这个画面就说夸不夸张吧 F15其实是美国人在恐惧之中 被逼出来的一架飞机 1950到1960年代 冷战之中的苏联呢 在空中力量上还是具有足够威胁的 一架F4上升极限的熟练战斗机时 这种恐惧的气氛呢 到达了顶点 五角大楼于是当即做出决定 不惜一切代价 以最快的速度 拿出一架能够与之PK的战斗机 它便是在短短5年之后就诞生的F15了 装着两台带加力燃烧式的 普辉F100PW220涡扇发动机 F15能够轻松突破2.5马赫的急速 并且呢 这两台发动机实在是太强大了 强大到他们所提供的推力 比F15的自重和落在它身上的全部阻力 加起来还要更大 我们换句话说就是啊 假如把F15立起来像火箭那样垂直发射 它都是可以飞起来的 胜利啥的 嗯 有更好 没有 那也行啊 于是正因如此呢 在1983年5月1日那天 两名以色列飞行员才能成功的 将完全失去一半机翼的F15 开回了基地 连生产商卖到看了照片都直呼 不可思议啊 翻译过来就是 哎 赶紧来买我的飞机吧 事情的经过简述如下啊 当天 以色列空军第106和116飞行中队呢 正在进行一次模拟训练 两架F15第一起飞去 拦截四架扮演成想要攻击 几方机场的A4攻击机 哎 结果就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 意外发生了 一架A4直接撞上了 他正下方的F15当场闪架 而F15呢 稍微幸运一些啊 只损失了一侧的机翼而已 没有闪架 但却立刻旋转着向下坠去了 混乱当中 两名飞行员都没有意识到 他们的损失有多么严重 于是还想要极力的夺回控制权 哎 这个时候啊 前排飞行员内敌维 凭着本能做了一件 完全跟手册上相背的操作 打开了发动机的架力燃烧时 瞬间 两台普惠发动机推力从14590磅 猛震到惊人的23770磅 飞机竟然慢慢停止了自旋 重新把头抬了起来 松了口气的飞行员呢 向自己的右肩往外看去 直接一睹有燃料 形成的蒸汽墙挡在眼前 什么也看不到嘛 所以依然无法对损伤做出评估 好在啊 飞机还能开 他没意识到 就在离这里16公里的地方呢 有一个简易的机场或许可以迫降下去 但是着陆的前提必须要减速啊 而他们只有维持高速才能保持稳定 这简直太矛盾了嘛 幸好F15上面的飞行电脑相当给力 再加上这两名飞行员的技术也不是盖的 他们居然就用比正常快了一倍的速度 安全着陆了 直到离开坐舱的那一刻 他们才看到自己到底完成了怎样的壮举 以上就是丢了一半记忆还顺利飞回来的例子 那么同样的情况可以复制到客机上面吗 当然是不行的了 主要呢是有两个原因啊 一个是你听完我讲完那两个故事就应该知道了 他们用的发动机都太强了嘛 推重比甚至已经大过一了 所谓大力飞砖 这不就是真实的案例吗 而客机发动机的力气再大呢 也不可能大过它本身的重量的 所以它要飞起来 只能靠机翼产生的胜利才行啊 这正好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关键点 胜利 你看现代战斗机的机身很扁对不对 因为它也是要产生胜利的 所以即使机翼丢了一点 也还有机身的胜利在那儿停着 不至于呼的一下就掉下去了 但客机能把机身做扁吗 抱歉啊 为了保证舱内的通透性和舒适性是万万不可的 于是就当不了胜利体 也就无法提供胜利了 一旦唯一指望的记忆都没了 那还有啥希望呢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混件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